第三節向左網的節目時間 剛才講到民主黨 如果我們剛才講到那些情境 其實最終會出現 民主黨那幾個議員 或者那幾個無間道 最終投票支持政改方案的話 很可能在一個主流論述裏面 例如中央成功爭取收編民主黨 令到香港繁榮穩定再繼續 這些論述一定會出現出街 或者就算民主黨喜歡不喜歡也好 這次迫著 或者其實半推半就地 他已經接受了 其實很簡單 現在就變成一個好笑的狀況 當這個建制派覺得他在民意裏面 落下風就是六四比 他又只有四六 就是泛民主派六的時候 他就說無論怎樣說也好 現在未形成共識 所以你一定要盡量形成共識 所以就算你是多數 你都要等其他人 現在當他們形成了他們那個 所謂不終極普選大聯盟 包括民建聯、自由黨、親政府、親北京的人 他會否認識那五十萬人 他會否認識那五十萬人 他就說不用共識了 那五萬人就任由他 他們保持的意見就行了 我們繼續向善一下 第一個這個是偷換概念 言行不一 第二個就是現在這個 民主黨是很狡猾 他經常都說 我們看普選聯怎樣 我都已經說了很多次 政黨 什麼叫政黨 就是他有政綱 他有政治傳統 他有政治活動 他的目標就是 要拿了政權來殺人他的政策 他是在政治層面裏面 所謂最高級的組織 有什麼高級的組織 是潛了水 叫更加低級的組織去領導他 他是不是有病 是否有病 所以這個老實說 是違反政治學的常識 現在這個 何俊仁就是這樣 躲在後面 他說馮偉華 馮偉華 何人何馬 什麼人馬 是不是 馮偉華 是一個群眾組織 就是一個工會的會長 怎麼可以由一個工會的會長 去凌駕了一個政黨 如果這樣就可以 民主黨可以收皮 他連教協的水平都不知道 因為教協一定不會討論政治的問題 就是馮偉華代表教協去做的 妥協什麼都好 其實教協現在都不知道 沒有人問這個民主的程序 是不是 所以這個 因為教協沒有一個正式的政綱 所以馮偉華可以擠來擠去 但是民主黨有 所以現在由馮偉華去講 一些民主黨不方便講的東西 是不是 如果說得出來太難聽了 就由馮偉華去講 然後何俊仁就在後面說 不關我事 他講的 那就是赤貓美 等於民主黨經常指責政府 就是說 阿哥 成規會是你那個發展局的常備 做主席定議程 人選就是你政府委任的 為什麼你控制不到成規會的議程 以及應該討論什麼 不應該討論什麼 或者你為什麼不能夠在成規會裡面 根據民意 就是輿論反映出來 以及其他方面反映出來的民意 是做決定呢 主席也是你 議程制定也是你 投票你可能都影響到的 又或者他罵地鐵 就是港鐵 政府是大股東坐在那裡 這個常備又坐在那裡 為什麼你不代表市民呢 現在他也是這樣 如果我問你 你這個普選聯 你是最大的股東 9票加5票 9票應該5票 就是14票 從事工的角度來講 你最有bargaining的power 第二 從體積來講 從你過去的表現來講 你是最大的 有什麼理由你會告訴我 我搞不定普選了 你還可以資格罵這個政府 說他在港鐵那裡不做事 你有什麼資格說 他講什麼 他說人家的時候可以嗎 是不是很簡單的道理 你講道理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問題 就不是道理問題 已經基本上就是一種 就是 究竟在現在這個情況 究竟是 民主黨本身究竟是最終都是 結果走去被修編 還是屈服民意 我覺得現在再講什麼都是假的 我的立場很簡單 但是 朝野辯論上未上演 朝野共同提出爛方案就上演了 這個是民主黨再朝的 公民黨現在再朝的 再朝野辯論 大家還是暫時是深風相對的 但是各自競商提出這個爛方案 就是朝野一起提出的 這個政府根據中共的意志提出一個爛的方案 這個民主黨就說這個爛我頭 我的產沒有那麼爛 就放在那裡 解決我的爛產 是什麼意思 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說 根據這個爭取這個廢除功能團體的聯合陣線來講 應該是兩個方案 不是只叫政府收回爛方案 而是叫民主黨收回爛方案 因為民主黨這個爛方案是回應政府那個爛方案 提出一個沒有那麼爛 所謂沒有那麼爛的方案 兩個都是爛方案 所以我覺得現在再講其他事情是沒有意思 我希望大家都會好像對付政府的爛方案那樣 現在出來這裡表態去不同的團體 譬如教協 梁耀宗議員辦事處 劉慧卿以前辦事處表達你的意見 如果你以前投過他 你現在覺得他不對 你就去表態 或者你是50萬人其中的一個你應該去 我就一定會代表50萬人去指出 第一他們是沒有授權 第二他們是違反國外的授權 他們不能繼續這個錯誤來的 當然我想到這個時候 如果你說要逼民主黨去改變他們的態度 唯一方法就是大家要做一些事情 我知道其實在Facebook裡面 甚至有一些網頁已經開了一個盤口 就是究竟Mini議員會投贊成票的比率有多 當然玩玩玩之外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有一種整個危機感在那裡 就是究竟會不會很大程度上 我想不單止是投票那一刻 就是議員的表態 甚至就是那個表態背後 究竟其實這一班口口聲聲說 幫香港人爭取民主十幾二十年的那班人 究竟最終會不會都是出賣 將今日的我打倒在日的我呢 這一點反而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的地方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譬如說剛剛這幾天其實 都有不同的團體搞了很多一些研討會 甚至是一些相關活動 去講到一些現在香港民主運動的發展 如果有一些網民都有留意到 Facebook也都有一些很有心的人 是就著整個論壇 每個港姐的一些發言 是做了一些都是一個叫做續字稿的一個報告 其實裡面都有很多很有趣 或者甚至有很多大家心思的一些看法 其實我知道那天都有出現 都見到很多 就是無論是學者 無論是一些現在80後一些社運人士等等 其實在場你會覺得究竟 那些港姐的意見方面 能不能都可以幫我們對於現在 這麼混濁的局勢 是有一定的一個明燈指引 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 其實 其實有港姐我都很想說 一會兒那幾節一會兒都可以說一說 我覺得其實 現在整個問題就是 我始終都是認為 如果靠輿論就不用想了 所以一定要直接的動員 用民間的媒體給壓力 法民主派的龍頭民主黨打散他 這個是基本上不可逆轉的策略 因為關鍵在他那裡 當然如果共產黨不答應他的時候 整件事也過去了 剛才提到一些新媒體 我記得其中一個港姐 成名教授其實都提到 其實新媒體在這幾年的一些社運 其實都發揮了一些作用 但是其實也受制著一些 一些基本的局限 比如說很多香港的人 其實對政治都仍然太過無實 於是很多時候去到某些位置 就會縮沙等等 這些相關的主題 一會兒我們繼續討論 一會兒見